有关市民安全的话题总是非常引人关注 哪怕是一些虚假的消息 也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影响 最近在网上和微信当中就有大量传言 说广西 贵州 江西 辽宁等地发现猪肉有寄生虫 而且是水煮不烂 油炸不熟 高温还杀不死 这个传言一出 很多人都不敢吃猪肉了 猪肉卖不出去 养殖后的利益也受损失 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在贵州前南州都军市鱼鹰巷市场 提起这段时间猪肉的销量 商户们大到苦水 按照习俗 立东之后 当地家家户户都开始熏制腊肉和香肠 那么为什么猪肉销量不增返酱呢 卖不开 卖不掉啊 那是长虫了 是吗 谁说长虫了 没有的人 是吗 这不然猪肉有床吗 我不晓得 我没找到 从他们有一个那个床来的几个月的销量有啥 从几个份开始 原来商户们之所以卖不掉猪肉是因为近期流传的关于猪肉有虫子的微信 这条微信说冒名孕妇买到有虫猪肉 有虫猪肉已经流传到贵州 文中还配发了细长虫子图片 这条微信被一些人迅速转发和传阅 随即印发当地一些市民广泛关注和担忧 虽然市民们都是道听徒说 并没有亲眼见过猪肉里面有虫 但是对吃猪肉仍然心有余悸 这位顾客说 一个多月前 他手机收到猪肉里有虫的微信和图片 对猪肉里有虫才深信不疑 以后再也没买过猪肉 而对微信上的传言 商户们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 你觉得猪肉里有虫吗 真的没有 但是我们看猪肉里面 它有这种血管 是小虫 真的 就是这个血管 反正猪肉里面 都有很多血管 小血管 抽出来真的很像 就这个 这个他们就说是虫 是吗 是吗 还有骨外肉里面 排骨上都有呢 它们都说是虫 其实不是的 没带人会是的 这位商户说 微信中所说的 煮不熟 炸不烂的虫子 其实是猪身上的小血管 看到没 如果我一摆起来 它就越打越惨 这个好多 是不是越打越惨 是吗 就是 那把这血管 你照相了 肯定是照出来 就像 他们发的危险 一模一样 为了打消顾客的顾虑 商户们不断向他们解释 猪肉里面没有虫 所谓的虫是血管 它是有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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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很觉得 你看 看到没 我们爱吃个血管 像这里 它有血 还有血管 它是有血管 那里是土壤 是有血管 你看你们 你不看说是从 还是血管 说从有话 没唱开 是吗 它是有血管 你越打它是一块鲸 你哪个都要唱 越打越长 它就改不断 你出来它也出不了 就是这种 所以你们讲高温不断 它就是这种 就是鲸鲸 还蛮不断 还是出嘛 没有虫 它就会出来了 一边是商户说 这是血管 一边是群众持有怀疑的态度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 动物监管所的技术人员 在现场进行一下静定 这个就是那个 现在就是 微信网上的照片 还是说去勾成 这个网上是这样传 但是不是 就是 就是这屋里面的区域管 这个动物检疫所的话 接到过这类似这样的警报吗 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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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过 接到过 接到这类传 这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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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虫的形态 从猪组织抽出的时候 血管组织 因为被扯断收缩 更像虫一样蠕动 所以被误认为 煮不烂 炸不熟 便成为网上所谓的 猪肉沟虫 那么猪肉里面到底能有什么虫呢 据了解 可能寄生于猪肉的寄生虫 主要有猪囊尾幼 也就是猪肉掏虫和猪玄毛虫两种 前者约黄豆大小 后者很小 一般用肉眼看不见 所以从猪肉中取出的 比冯一针还大的虫 不可能是猪肉里的寄生虫 而对这两种寄生虫的检查 是屠宰检疫的一个避检科目 游所长介绍说 寄生虫在100摄氏度的水中 猪5分钟是不能存活的 市民从市场购买的 经过正规检疫的猪肉 是安全的 卫生的 煮熟之后 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上市的猪肉就是什么 上市的猪肉必须有什么 一块就是动物的肌肉 还有一个就是乳瓶瓶子的肌肉 还有一个就是 乳瓶子的肌肉 你有这些人 你才能够上市 没有这些人的话 你上不到乳瓶子 所以让你平日是有保证的 微信中 关于猪肉有虫的传言完全是假的 那么这样一条假的消息 是怎么流传开的呢 在现场 有的商户也拿出手机让记者看 他们也收到了猪肉里有虫的微信 像这种微信的话 咱们接触到多吗 很多人都接收到 转发量很高的 基本上像我们朋友 觉得里面 我们朋友 就里面十三十几个朋友 觉得里面都转发了好几条 在网络搜索关键词 《广西猪肉沟虫》 记者发现 2013年11月 就有此类谣言出现 各地政府专家和媒体 也曾进行辟谣 然而今年六七月 这一谣言又出现在广西 江苏 辽宁四川等地 除了涉及地点变化外 其内容 水煮不烂 油炸不熟等字眼和图片结构 都跟去年如出一辙 今年九月 当谣言的地点信息 又加上贵州后 直接导致广西贵州 出现猪肉市场波动 谣言使猪肉市场 产生巨大震动 同时生猪养殖户也受到影响 第三和第四季度应该是旺行 价格高 销量好 那今年呢 第四季度反而往下走 这是非常不正常 这和这个谣言一定的关系 专家指出 网络谣言的流传有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少数造谣者 当其危害构成犯罪时 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二是众多转发者 绝大多数人不是故意传谣的 只是想在朋友圈发布禁宝消息 却助推了谣言的传播 那么面对传言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对谣言是两块 一方面是就作为消费者 当你看到这笔谣言的时候 不要轻信 因为你的这个 你还不能去证实 那么知识能力有限 就不要轻信 不要轻信 当然你也可以去 可以到你买热的地方去核实 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权威部门和权威专家 要及时的回应信息 批谣的时候 就要运用新媒体 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第一时间宣布真相进行澄清 我觉得这样呢 就会很好的 这个让谣言呢 止于智者 止于真相 止于我们权威信息 同样的谣言 同样的传播方式 几次三番扰乱市场 祸害农民 这说明我们缺少对付谣言的防线 我们既缺乏 阻止谣言的责任主体 又缺乏相应的工作机制 好不容易反击一回 因为不懂传播学的 规律效果还不理想 农民在农产品安全的谣言中 最受伤 但他们却没有手段 阻止这些谣言 要建立起对付谣言的防线 政府 科研机构 媒体 应当建立起一个快速有效的 联动机制 像扑灭疫情那样 将谣言扑灭在它刚刚冒头的时候 在这些谣言扑灭在它上 是一个小时的谣言扑灭在它上 会在这些谣言扑灭在它上